沒倒進的口袋 也沒有進到民主都政的口袋 沒有進到誰的口袋 它現在就是一個扣留著的狀態 對 那就是 所以我們今天也才會繼續的把一個募款箱在我們的服務台那邊 因為我們其實並沒有太多的資金來源 那先前的募款 目前也都還沒有動用 一些物資返還的部分呢 可能在之後才會跟大家封告 那這部分先跟大家做個呈現 好 那最後 就是我們主持人也講很久了 我最後再簡單的講一下我們今天 這場晚會 我們不只是來聽演講 不是只是來聽這個表演 也不是只是來逛團委而已 我們有非常明確的訴求 那就是像我們今天記者會開過的 這個自由經濟示範 示範區的特別條例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以及服貿協議 這三個法案不應該列在這一次臨時會的議程 那雖然我們可以看到 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其實都已經強調了 這一次的臨時會 就是說到七月出的這個臨時會要通過 是不可能的 因為前面兩週一直到現在 都還在處理考試會員兼財務的人事案 那第三週才排法案 但是我們要說 國民黨他大可排第二次臨時會 第三次臨時會 他們其實一直在放話 一次臨時會審不完 沒關係 排第二次 排第三次 但是無論是第幾次臨時會 我們要求這三個法案 都不應該在臨時會去審核通過 那這三個法案呢 那我個別戴一下口號 大家跟著我喊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反對政院版的監督條例 反對政院版監督條例 來 反對政院版監督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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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行政院版本的監督條例 根本是不監督條例 那我們認為 這個東西只要存在在選項裡面 然後國民黨進行應推 原則上 只要他們用人數優勢去投票 就可以預見 會通過的絕對是政院版的 因此我們希望監督條例 我們要 但是我們希望它是好好的審慎的評估 慢慢的去融合最好的版本 而不是下一期就當地通過行政院的版本 好 第二個口號是 這個 撤回自經區特別條例 撤回自經區特別條例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在 這個今晚稍後的演講會聽到 自經區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那 其實應該被整個徹底的重盤檢討 而不是 用很快的速度全部通過 好 那我再喊一次 撤回自經區特別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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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三個 也是最重要的 也是 引爆318立法院佔領行動的導火線 就是福茂協議 就是在一周年前的今天 所簽署的福茂協議 在去年的731 去年的7月底 我們喊出來的口號就是 福茂協議 因為他黑箱 因為他沒有監督的法源 所以應該要退回巨審 那這個口號 也從去年 一直喊到今年的3月18號 以及後續的佔領行動 就是福茂協議 應該要退回巨審 要先把這個條例立法 再來做這個福茂協議的重啟談判 好 那我帶一下這個口號 福茂協議退回巨審 福茂協議退回巨審 以上是我們今天這堂網會的 三個主要的訴求 以及我們今天為什麼會站在這邊的原因 好 好 那接下來 先介紹 介紹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講者 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蔡忠岳 那地球公民基金會 是一個很有規模的NGO 他在台北也有 在高雄也有 在花蓮也有 那今天我們請到的 就是一個花蓮子弟蔡忠岳 可能很多人認識他 因為他之前 就在很多的場子 都有擔任過主持 因為我們號稱是主持王的蔡忠岳 好 那我們現在就歡迎忠岳學長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歡迎忠岳學長 那我們現在就歡迎忠岳學長 好 有 我們進去